加拿大方面近期发表了其印太战略 并称中方不尊重该地区的一些原则和权利 就此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凡人赵立坚表示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加方应言行一致 将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的承诺落到实处 加拿大出台的有关战略奢华内容 充斥意识形态偏见 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对中国无端指责攻击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赵立坚还强调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法则 台湾 新疆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部势力指手画脚 加方曾多次表示重视对华关系 愿本着向前看的态度 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 加方应言行一致 拿出诚意和善意 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 奉行 理性 务实的对华政策 用行动将承诺落到实处 发人还强调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究竟谁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谁在煽动冷战思维 渲染阵营对立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月贵